小腿上 而且另外一点 他说了他的队友赵燕飞 对的 我们猜中杨健兵队友赵燕飞 前段时间由于身患重病 过床不起 比如说杨健兵在此 为他的队友赵燕飞也得气 然后就以为是队友之间情意的表现 好 我们先下面把注意力放到 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两位外国选手 最先出场的应该是来自于 菲律宾的塔塔 这一场比赛燕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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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MA战绩是三胜零副 瑞兹战绩是一胜零副 对 刚才这位选手出场的时候还比较听听 戴着耳机 大家知道很多选手出场喜欢大耳机 听音乐的放松气氛 然后他团队里面后面跟着贾丹巴 是的 贾丹巴是东亚S开图猛年赛的冠军 然后他对手塔塔来自菲律宾 年龄31岁 身高165体重57公斤 MMA战绩6胜6战绩0胜1副 大家知道那个蒙古国也是那个瑞武的冰工厂 对瑞武输出了非常非常多的猛将强将 包括接下来的几场比赛里边都会有蒙古全场出场 对的瑞武的冰工厂奠记蒙古俄罗斯北京 这场比赛是57公斤的赢量级的一场交换 为大家隆重介绍第二场比赛的两位汉塞选手 首先是我们的蓝方选手 蓝方选手来自菲律宾的塔塔 计练地是北京富库英豪俱乐部 MMA战绩是六胜六负 欢迎你的大碗 欢迎 好 接下来将我们的目光转向我们的红方选手 红方选手来自蒙古国 计练地是蒙古国的腾格俱乐部 MMA战绩是三胜灵赋 红方选手来自蒙古国的奥宫图佳 欢迎 这场比赛真的是看点破读 一位是泰拳高手 一位是拳击猛将 一位31岁 一位只有22岁 一位老将 一位新人 那么究竟这场比赛会鹿死人手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有请主持人 好 接下来这场也是57公斤的音量级比赛 那究竟是看我们北方的好邻居胜呢 还是我们东南方向的好邻居胜呢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开打 这边穿黑色短裤的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塔塔 而白色短裤的是来自于蒙古国的奥宫图佳 大家看奥宫图佳采用的毕竟是在打法 哎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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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间难道是被KO了吗 被踢KO了吗 哦 非常非常的快 我们看到上来一顿猛拳之后 塔塔就直接失去了防守的意识 这可能是瑞伍最快纪录吧 哇 太精彩了 早就说过不要眨眼 一眨眼有可能就看不清楚 哇 奥宫图佳简直是 对 猛将啊 我们看到那边塔塔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慢动作 哦 一拳 两拳 三拳 四拳啊 这时候已经是有点失去意识 对 虽然很多观众觉得那个 裁判宗旨比赛有点快 但从漫情都看 塔塔已经失去防护的意识了 所以裁判宗旨比赛是非常正确的 没错 那这边要恭喜奥宫图佳取得了瑞伍的两连阵啊 果然是来自于蒙古的猛将的 哇 这场比赛就是在第二场比赛之间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很多观众都感觉没有过瘾 我们的 胜利的地方即将失败的一方产与马翔 为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第二场比赛的最终赛事结果 最终我们的裁判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校成比赛宣布我们的 同胞选手来自蒙古国的奥宫图佳 以PKO的方式 地属是击倒对方 欢迎呼吸 我相信刚才应该是一个七八秒左右的一个KKO的 我觉得应该是瑞伍最快记录的 奥宫图佳 非常强大的实力 我们的奥宫图佳 你们是个有上满较硕是加持的同战士 来自我们庞古国的 所以我们的语言不是很流利 让我们简单的谢谢大家 好吗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奥宫图佳 给我们到来了第二场三场连历的对抗 谢谢 比赛就是这样 比赛就是这样